自然這麼可怕 世界呢也很複雜 咱們說完了這個自然的複雜和神秘啊 再來講一講現在世界局勢的複雜 哎剛剛過去的這一周啊 何明先生給了我一個任務 就是你去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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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呀 學術雜誌上去看啊 看看現在世界最頂尖的這一些戰略學者 這一些外交專家 他們對於國際局勢有哪一些最新的分析和評論 我們周五節目裡面一起來探討 那麼呢我呢今天就交作業啊 有兩篇文章引起了我的關注 一篇呢是發表在外交政策雜誌長來自於哈佛大學 肯尼迪學院的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沃爾特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認為什麼呢 說美國呀對於多極的世界過於恐懼了 而現在呢拜登政府正在為一個已經不再存在的 單極秩序而努力 哎世界未來多極化不可擋 而美國現在似乎正在為挽回昔日的單極秩序 而做最後的不能實現的努力 為什麼這麼講 這是第一篇 第二篇呢是發表在金融時報上的一篇觀點文章 這個作者呢也是非常有名啊 叫做愛德華德露斯 愛德華德露斯啊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沒有台灣 中國美國之間的關係會好嗎 如果中國像台灣一樣是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和中國之間是不是就不是現在這種你死我活的競爭呢 它有一個很簡明的結論 就是這兩點可能會有所幫助 但是美國和中國 即使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也是容不下中國的 即使沒有台灣問題 中國和美國之間仍然面臨著某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一會兒就來為大家談 我們首先說沃爾特教授的這一篇文章啊 這個沃爾特教授呢 我們在節目中已經多次為大家介紹了 他的這個文章啊有一個特點就是呢 儘管呢是一篇短小的評論文章 但是其中呢 蕴含了一個真正的國際戰略學者很多歷史性的思考 比如說呀 他在文章的最開頭啊 就對世界各國對於多極秩序的探索進行了一個回顧 他說呢 美國呀是從冷戰的黑暗中一步邁進了單極世界的榮耀和光芒 但是對於世界的其他國家來講 其實美國作為單極世界主導力量 這呢 並不是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 那我們知道像印度啊 像巴西啊 這樣的一些新興大國 像俄羅斯啊 像中國啊 這樣傳統上和美國有意識形態對抗的這一些大國 他們一直在講多極化的秩序 因為他們自己並不是美國主導單極秩序的受益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美國很多重要的盟友也不希望美國作為單極世界的主導 比如德國的前總理施羅德就曾經警告說 美國的單邊主義是非常危險的 再比如法國的前外交部長韋德里納就曾經說 法國的整個外交政策就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哲學基礎上 什麼哲學呢 就是未來的世界必須是要由幾級組成的 而不僅僅是由你美國一級支撐的 馬克龍現在不斷談歐洲必須要獨立戰略自主 其實呢 暗含的意思是歐洲不能跟著美國跑 換句話說 歐洲不希望成為美國單極世界主導秩序的一個陪葬品 但是美國的領導人並不同意這一點 而美國領導人希望維持美國單極秩序呢 並不僅僅是拜登政府這裡才開始的 我們知道在1991年的時候 當時的布什政府就寫了一份國際國防指導文件 其中有一個說法可以說是奠定了美國單極世界追求的正式的政策文件基礎 呼籲美國要積極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一個與美國同級別的競爭對手 簡而言之就是美國可以有競爭對手 但是你們不能跟我們在同一個層次上 美國不接受你跟我在同一個層次 同等地位上能夠對我進行的挑戰 很多的學者也認為美國要保持一定的首要地位 認為這對於自由世界的未來至關重要 而這個沃爾特教授很可愛的一點 就是他自己說其實我自己對這種觀點也有貢獻 我記得我在二零五年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裡面我說美國的大戰略的核心目標應該是盡可能長時間的保持起首要地位 後面寫了一個括號 說但其實我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建議 往往被大家忽略了 大家就記得我當時說美國應該維持首要地位 現在這個沃爾特就回到了拜登政府的政策現實 說拜登政府認識到 其實我們已經回到了有幾個大國共同平衡支配的世界 但是拜登政府似乎還在懷念 美國沒有同等競爭對手的那個歷史上的短暫時期 因此拜登政府極力重申美國領導地位 希望在軍事上擊敗俄羅斯 使得俄羅斯在未來因為太過虛弱而無法給我們美國製造麻煩 美國還希望限制北京獲得關鍵的技術 同時補貼美國的半導體行業來遏制中國的崛起 但是沃爾特教授做了一個判斷說這些努力 第一我不能保證美國會成功 第二即使這些努力成功了恢復單計劃也是不可能的 那麼未來的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秩序呢 他提了兩種可能 說未來最終第一我們可能會處於兩國主導的雙極世界的秩序 而在新的雙極世界中美國和中國各自建立包圍圈和勢力範圍 第二呢就是片面的多極化 就說呢世界有多極 但是呢美國在一系列不平等但是仍然重要的大國 比如說包括中國包括俄羅斯包括印度包括巴西 可能包括德國和日本 美國在這一些大國中呢還具有某一種優勢 但是呢已經遠遠不是美國主導的整個世界了 那麼到底是單極還是多極化呢 沃爾特教授分析不管兩種結果是哪一種 希望阻止世界秩序的變化是昂貴的 而且最終是徒勞的 他說呀說俄羅斯最終啊可能會在烏克蘭遭遇決定性的挫敗 但是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規模 俄羅斯龐大的核武庫和俄羅斯豐富的自然資源 俄羅斯仍然會在大國行列中保持不變 說你美國呢對於中國可能會進行出口管制 美國對於中國會進行技術遏制 中國自己內部有很多挑戰 所有這一些可能會減緩中國的崛起 但是中國的相對實力可能在未來十年內還會達到頂峰 並且軍事能力經濟實力還會繼續提高 日本還會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並且現在日本還要對自己開始重新武裝了 如果日本覺得有必要甚至可能會獲得核武庫 印度啊儘管發展軌跡比較難預測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幾十年 印度一定會擁有比現在還要大還要深遠的影響力 美國你沒有能力你也不應該希望阻止這一天的到來 他說呀說因此呢美國其實是應該為一個多極化的未來做準備 而不要再像現在這樣啊進行徒勞的努力來使時間倒流 因為你是阻止不了多極化的世界的到來了 那麼未來到底什麼樣的世界更好呢 到底是單極好兩極好還是多極好呢 沃爾特教授在這裡啊就介紹了國際關係上的幾種理論 一種呢叫做古典現實主義者代表著呢是漢斯摩根索 他們就認為啊說多極化的世界呢其實是最安全的世界 為什麼呢因為各國之間的實力雖然有差別 但是呢都差的不太多 如果呢有紛爭有矛盾 各國呢可以通過重新結盟尋求盟友和利益交換 來遏制危險的侵略者並且阻止戰爭 結盟具有靈活性而多極化的世界維持著一種我們叫做彈性的平衡 還有一種呢叫做結構性現實主義觀點 代表著呢就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啊 米爾斯海默他們的觀點是什麼呢 認為兩極體系是更穩定的 為什麼兩極體系更穩定呢 哎世界上只有兩個巨頭 兩個巨頭之間只要沒有誤判 那麼呢就不會出現大的危險 認為呢多極世界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不確定性啊 這個固有的靈活性呢一方面是優勢 同時也為世界增加了更多的風險 只要只有兩個主要的大國 那麼呢兩個大國啊 那麼就可以維持關係的某一種穩定 其他各個小國隨著兩個大國化成陣營 反而讓世界秩序進行了某一種平衡 這是兩種國際關係的理論 那麼這個沃爾特教授自己是怎麼認為的呢 他說呀說如果未來的世界是一邊倒的多極化 美國主導啊 那麼呢這個其他的國家呢也強大的確呢 是有可能發生戰爭的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呀 最重要的是意識到不管是哪一種結果 對於美國來說都不一定是壞事 當然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你得自己對自己有所調整 你要適時的調整外交政策 當然他也說啊 說首先呢我要先講單極化的世界啊 對於美國來講呢 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我們看到近幾十年來 由於那些受到美國關注而遭遇不幸的國家 對於這一點會深有體會 單極時代出現了911的襲擊 美國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最後呢 進行了兩場昂貴而失敗的戰爭 有一些呀美國不明智的去促動政權更迭 導致了失敗國家的出現 也就是說 你美國去扶植了一個政權 結果扶植政權之後 這個國家反而比你扶植政權之前更加的混亂和失敗 一場金融危機又極大的改變了美國自己的經濟命脈和國內政治 而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的出現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國自己造成的美國自己的虛弱 但是他說好像華盛頓哪 並沒有從這一系列經驗中汲取多少教訓 他說呀 對於單極大國的行動的唯一約束是自我克制 因為你美國如果敵就強大 那麼你怎麼能讓美國不再強大的 那除非你自己不想再做單極世界老大 而他同時很諷刺的說了一句話 說自我克制啊 並不是像美國這樣具有十字軍情節的國家所擅長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呢 如果多計劃回歸 那麼在歐亞大陸呢就會創造出幾個實力各億的大國 這一些大國呢 對於彼此都很警惕 而對於彼此也會十分的小心 其實這種情況給了美國更大的靈活性 美國可以根據需要選擇自己的陣營 選擇跟誰做盟友 他說呀 就像美國在二戰期間和斯大林俄國結盟 在冷戰期間又和毛澤東中國修好一樣 實際上挑選合適盟友的能力 是美國過去外交政策成功的一個秘密的因素 作為這樣的一個理想的盟友 美國的地位和美國的實力 可以給其他大國不具備的一些自由安全的保障 這就讓美國成為了一個天然的理想的盟友 誰都願意在美國這裡獲得某一種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而對於亞洲和歐洲的一些中等國家而言 和美國建立某一種友好親善的聯繫 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因此和和這個這個各個小國結盟 為小國提供某一種自由安全保障的能力 是美國的一個獨特的實力 在這樣一個多級化的世界裡呢 其他的大國會逐漸為自己的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 從而對於美國的全球負擔是一個減少 美國呢現在啊 整個的這個全球軍事力量衍生對於自己呢 已經成為了一種負類 現在我們看到隨著經濟的增長 印度自己已經在建立軍事力量了 日本已經承諾到二零二七年把國防開支翻一倍了 當然呢這並不僅僅是好消息 因為這可能意味著世界分別內的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在中東在歐洲在亞洲 試圖用軍事力量去維持秩序 最後被證明是失敗多於成功的 因此我們不能夠確定其他大國自己維持自己的軍事實力會做得更差 如果他們這樣做對於美國是一個好事 言外之意 單極世界美國你既然要做世界老大 你就要保障世界各處的秩序 未來如果進入這個多極世界各國自擔義務 反而對於美國是某一種輕鬆 你不再用承擔主導世界一切的責任 你反而有更多的靈活的空間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 同時這篇文章中沃爾特教授還特別提出 說一個一邊倒的一個多極化世界 就這個世界出現更多的巨頭 儘管美國還是主導力量 可能會鼓勵美國擺脫對於硬實力和脅迫的本能的依賴 幫助美國更多的把外交政策的核心回到真正的外交之上 他就講在單極世界因為美國最厲害 所以美國官員已經習慣了通過提出最後通牒來處理問題 除了最後通牒之外就是加大壓力制裁威脅武力威脅 如果這些制裁威脅和武力威脅還不起作用 那我就轉向武力震懾和直接進去進行政權的更迭 最後的結果就是什麼了 美國實力之強 美國可以做所有這一切 而最後的結果是失敗的 我們每一個看到的美國試圖去進行武力威脅 美國試圖去進行這個政權更迭 美國試圖通過經濟制裁和武力制裁的強力手段 讓這個國家倒塌的結果都是讓人失望的 他說呀 在一個多級的世界裡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 你也必須要關注其他國家的需求 你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說服其他的國家和你達成互利的交易 你不能再進行那一些要麼你接受我的條件 要麼我就把你幹掉 這樣的這樣一種硬性的外交 美國不能總依靠自己的拳頭 依靠拳頭的美國只會導致其他國家疏遠自己 甚至讓這些國家組團起來反對 所以他說對於美國而言 並不是說多級化的世界對於美國沒有益處 那我們看到多級化的世界讓美國可以避免過去很多 我們叫做一意孤行的外交和武力行為給美國帶來的麻煩 多級化的世界讓各國更各擔責任 幫助美國減少負擔 多級化的世界可以給美國更多的空間來管好自己的問題 提高自己的我們叫做內實力 但是美國必須要改變的是自己的心態 既然進入了多級化世界 你就不能再採取原來單級世界 你已經習慣的這一些強力外交脅迫外交 武力震懾政權更迭 你需要達成交易 而這個交易不但要對你美國有利 也要對其他國家有利 這才是多級世界的真正的外交之道 或者說這才是恢復到了外交的核心 他說請不要搞錯 對於美國來說 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多級化的未來也不是沒有缺陷 在大國競爭的這樣的一個世界裡 可能美國對於原來的一些勢力範圍內的小國影響力會有所下降 歐亞地區如果再出現大國競爭 那麼誤判和戰爭的機率的確越來越大 就像一九四五年一樣 沒有了美國的保護 可能更多的國家會尋求核武器 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技術進步可能讓武器更加致命 這些發展的都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化的問題 就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問題 也就是沃爾特教授說 所以我並不是說多級世界就是個理想的世界 一切都完滿了 的確有很多的風險 但是華盛頓在這個新興的多級秩序中 也要看到儘管世界多級化了 你美國仍然是非常強大實力的一方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 你仍然可以和其他國家更多的博弈 你仍然可以在歐亞大陸的夥伴中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但是美國領導人長期以來呢 是把他們現實主義的需求掩蓋在他們理想主義的高調言論的陰雲之下 只有多級化回歸 華盛頓的領導人才能重新回到力量平衡的真正的政治上 有關於這篇文章 何明先生簡單評價 首先的評價是你其實不是辛苦了 這麼長的文章 而且是這麼有思想力 在一般人看起來很枯燥的文章 花了這麼長時間 以後我們還最好是先製作好視頻 節省你的心力 我有幾點感想 第一個就是 我非常感謝這麼多的觀眾 居然在聽這樣一個節目 這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這是一個不需要思想的時代 只需要表達自己的情緒的時代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我們的觀眾 第二個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我生活在美國 我特別感覺到經常自豪的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種具有人意的感覺 你就是在美國的媒體裡面 總是時不時看到這種真正有思想力的 有穿透力的這樣一種觀點 即算是在某一種政治正確和潮流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這樣一種動見 所以我非常的有這樣一種很好的情緒 但是我仍然要講出來 剛才這位教授的很多的觀點 實際上還建立在一種傳統的思維上 即算是從傳統的思維來看 我看不出來 無論是單級還是雙級還是多級 美國的領導的地位會根本性的摧毀 因為只有美國不僅是它作為一個大國 本身具有無可比的的這個能力 無論是軍事經營科學創新教育很多方面 同時它有聯盟的關係 它基本可以動用幾十個國家 可以跟它站在一個戰線上 你要進華為就進華為 要進抖音就進抖音 要講什麼東西好像都可以 所以你就看到加拿大呀 什麼歐洲啊那些國家都是小老弟 我不相信他們有什麼多大的獨立判斷力 就是美國為了他們的情報 美國告訴他們怎麼做 日子而已 所以我看不到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 有美國這樣一種力量 而且美國的力量不僅僅是有硬的實力 它還有軟的實力 它的民主和自由的這種價值觀的力量 是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支撐起來 雖然它自己毛病很多 但是呢自己也經常犯一些錯誤 但是經常講啊你換另外一個國家的事實 你換印度換中國換俄羅斯 換德國換英國換法國 找不到別的國家能夠堅得 美國的這種地位 而且在我看起來 這種領導地位 領先地位 還會持續相當時間 沒有到一種終極的時代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正如這位教授講的就是 美國出現了某一種焦慮 或者是我們今天書裡面講的是 美國的孤独反應 因為美國習慣於 用美國人的這種方式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的 有一個美國的財政部長 就對日本人說簽字 我就走了 這就是居民的廣商協議 你簽啊不簽呢 那就是財政部長貝克 不僅僅是財政部長 當時的萊特希澤 還是美日談判的一個代表 對 萊特希澤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對方的日本代表 把這個 他他日本的方面的方案給萊特希澤 萊特希澤呢 當時把日本的這個方案 列了一個紙飛機 然後啪一下就扔走了 就是這種 真的美國的靶刀 就是美國人的族風 美國的族風不僅僅他硬氣 同時他有硬的實力 實際上是不能抵擋的 比如說以色列 以色列當時候 我們知道美國的 猶太人的勢力非常強大 福國主義的基本上的精神 和物質上的幫助 美國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並不等於美國人 就說我什麼都聽你以色列的 當年的貝克就是同一個貝克吧 他已經是國務卿了 好像是國務卿 那個時候就跟以色列的一個總理講 你同不同意不同意 你就下直升危機 你就直接下去算了 他說我不會把你扔下去 到你自己下去 不像今天 你看以色列這個 法律的問題 不時 就比較軟趴趴 我覺得就是一個強國 達到一點程度以後 他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但是根本的原因不在這裏 不是美國的性格 變得很糟糕 也不是美國的國力衰退了 而是這個世界產生變化了 這個世界不僅僅不是個單階的世界 它也不是雙階的世界 甚至連個意義上也不是個多階的世界 它是一個彼此之間交叉在一起的世界 除了極個別的國家 像古巴 那全是一個政治原因 當年的卡斯特路是紐約時報搜索出來的 很多的西方媒體支持的 當時候的 卡斯特路推翻的是個極度腐敗的政權 為什麼後來你卡斯特路反而倒向了蘇聯呢 對吧 那麼很多的複雜的因素 我們經過同性的解架以後 發現了當今的世界跟當時是不同的 當時你可以分出兩個陣營 之前的這個世界關係就是 我把你佔領了 對吧 我把你推翻了 我把你改變了 今天可能嗎 今天是有基本上的國際秩序 為什麼俄羅斯的侵略受到這麼多的譴責 在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 這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 我認為就是說 我看了美國的政治學方面思考的東西也是不少的 基本上我認為現在還沒有政治學者 能夠把當今一個複雜的世界 重新做一個理論思考出來 所以他們提出的都是什麼 新冷戰啊這種 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的東西 咱們再說到這個新冷戰的問題 這就說到我們今天聊的另外一個話題 時間不多了啊